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三 我是奎宁 加拿大年轻屋主即将遭遇经济重创 央行或在明春降息 根据加拿大RBC银行的一份新报告 加拿大迁徙一代 尤其是那些拥有房屋的人 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高昂的利息成本和经济损失 Global News报道 RBC银行认为 不断上升的利率将给迁徙一代和X代中 较为年轻的成年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如果经济在未来几个月急剧放缓 他们将特别容易失业 与20年前相比和新劳动年龄的工作的成年人 债务负担特别的沉重 RBC银行经济学家Carrie Freestone 在周三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2019年35岁至44岁的年轻迁徙一代 成年人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率约为250% 而Foreestone指出 同龄人在1999年的该指标仅约为150% 年轻的负债迁徙一代 指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所负担的债务相当于 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的165% 与此同时 RBC银行表示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 加拿大最年轻群体的债务收入比没有出现实质性增长 同时指出 该群体中只有约三分之一有房屋抵押贷款 自2019年以来 加拿大许多人的债务状况旨在不停恶化 因为新冠疫情的早期低利率 使许多年轻的首次购房者进入了火爆的房地产市场 使房主背上了房贷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2023年第一季度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从上一季度的181.7%上升至184.5% 这意味着每一家园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中 有1.5家园的信贷市场债务 虽然不是每个迁徙一代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那些拥有房屋的人 尤其容易受到较高利率环境的影响 央行的政策利率从疫情时期的最低点上升了4.75个百分点 RBC预计根据目前的典型5年利率期 加拿大人续签抵押贷款后的越贡 可能在2024年初增加25% FreeStone解释说 问题在于收入没有跟上即将到来的房贷冲击 自疫情爆发以来 平均小时收入上涨了12% 不到预期抵押贷款增幅的一半 结果会怎么样呢 RBC预计 今年秋季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将受到中创 特别是如果迁徙一代和较年轻的 X世代工作者失业的话 在NBC银行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预计失业率将在2024年初上升至6%以上 高于7月的5.5% 失业率已经从接近历史低纪录的5% 开始于今年夏季稳步上升 这份报告称 今年夏季劳动力市场的放缓迹象 足以让央行在9月6日的下次利率决定中保持稳定 如果失业率按照其预测上升 CIBC认为 这甚至可能会促使央行在2024年第一季度 开始降低利率 回国新规 中国海关要求猴豆感染人员主动申报 近日回国的华人朋友们注意了 如果您在海外曾感染猴豆 回国入境时需要申报 这一新规从即日起生效为期六个月 8月21日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 防止猴豆疫情传入 自2022年5月以来 猴豆疫情持续在全球多个区域广泛流行 截至目前已有113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了 89000多例猴豆确诊病例 包含152例死亡病例 近期欧洲 美洲和西太平洋地区 猴豆疫情呈上升趋势 为防止猴豆疫情传入我国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健康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 现发布公告如下 1. 来自猴豆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 如接触过猴豆病例或出现发热 寒颤 头痛 嗜睡 法力 背部疼痛 肌肉痛 淋巴结肿大 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等症状 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 海关卫生检疫人员将按规定程序 采取医学测试并开展采样检测 2. 来自猴豆疫情发生国家地区 且有被污染或有被污染可能性的航空系 船舶集装箱货物应按规定程序 接受卫生处理 本公告自发布日起生效 有效期6个月 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因超速被抓 曾说自己没有开车 你超速过吗?一定有 那么被开过罚单吗?不一定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加拿大副总理身上 产生的影响大不一样 据报道 日前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被抓到超速行事 根据方慧兰的高级传讯顾问兼新闻秘书声明 方慧兰因超速行事被拦下 时速高达132公里 事发当时 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正在在 阿尔波塔省的旅行途中 由于这一违规行为 方慧兰被罚款273加元 他已经全额支付了罚款 事发后 副总理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 一些人在推特上的评论了这起超速事件 甚至有人篡改了特鲁多总理发的推文来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上的许多人表示 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本月早些时候方慧兰在被问及 大西洋加拿大地区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和 购车能力时 他承认自己没有汽车 这一言论遭到联邦反对党的批评 称其脱离现实 当被问及自由党政府在一些地方政治家面前 所面临的反对意见时 方表示 他确实理解小城镇与大城市相比 在汽车依赖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 感谢您收看文革华天空新闻 我是昆宁 我们下期再见